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养活了B站一半UP主的优衣库U系列又回归了 正如标题各位所见我罗列出了几件 我觉得这一季优衣库U的春夏季 你一定需要买人手必备的优秀单品 不过在介绍这个单品之前呢 我知道你们点开这个视频 最想看的其实就是这些单品的一个上升效果 所以呢我们直接看门见山直接了当 直接放穿搭效果 OK? 多做请 这一次去优衣库门店呢 还免费领到两本 一个呢就是上一季也有的 LifeWell的优衣库出的一个杂志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U系列单品的一个手册 男装女装都有 那这个杂志呢 看过上一次的那个杂志的朋友 应该都已经清楚了 它其实是一种生活向的一个杂志 它用了不少 优衣库的lookbook 然后特地拍了一些非常赞的一些照片 然后呢也有写到一些 优衣库服装的一些设计理念 以及 优衣库想传达的LifeWell的 这一个生活态度 穿衣服的一个生活态度生活方式 这本杂志免费领 我觉得是相当良心了 各位如果路过门店有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拿一本 然后像这个日语叫pufflet 就是一个单品的一个手册嘛 这个其实它里面内容呢 就是网上有的一些lookbook U系列最新的一些lookbook 然后U系列产品的一个概念 以及介绍 其它是没有什么 就有一个这个 还挺实用的 就是一个单品的一个 详细的一个介绍图 然后里面有一些用到的颜色 包括单品的价格 这次U系列的单品 全部都罗列在上面 免费的东西呢 只有这两件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衣服吧 这一次U系列单品 其实我也没有像以往一样那么关注 lookbook 稍微看了一两眼 有不少单品 就是光看图片 光看lookbook 模特穿 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呢 以我对优衣库的一个了解 你还是得去门店看才行 所以呢 今天我去新宿的门店 呃 看了一圈 而发现的确就是有不少 之前被图片种草 但是实际上试穿了之后 拔草了的一些单品 首先就先介绍一件 U系列春夏季 我觉得每年你人手必备必买的一件单品 那就是 就是我现在换上了这个 优衣库U系列的一个春夏季的口袋梯 这口袋梯的质量真的非常的爆炸 而且它的价格只有1500日元 折合人民币 两位数 100人民币都不到 真的强烈推荐啊 像去年我买的U系列的梯穿到现在 完全没有任何质量问题 一整年了 它这个领口的部分完全没有起荷花边 这个质量可以说是非常的超值了 两位数 那这一次的口袋梯呢 比较吸引我的是它有两个颜色非常好看 就比较糖果色的 一个呢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草绿色 嫩绿色 可能因为这个光线的关系 这绿色看上去比较深一点 其实穿在 走在外面 太阳光照射下呢 看起来还是有点点糖果色偏嫩的那种绿色 有一个很小的细节 就是在侧边这边有一个分叉 后边的衣裳 会比前面的衣裳再稍微长一点 这算是一个非常小的细节 不过也是加分项 作为一件大部分情况 是内搭的一件口袋梯的单品 这一件其实你夏天单穿也是OK的 如果你把优衣库U系列的这个logo去掉 然后放到日本的潮牌店里面去 你卖它个三四百人民币 我都不会怀疑 不会觉得奇怪 质量真的挺不错的 第二样我觉得必买的单品 也算是lookbook公开之后 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一个热门单品了 就是这一件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 然后整体它的裤管是偏宽松的 上身之后有一种类似于工装裤的感觉 当时看lookbook的时候 我以为这个裤子面料会比较硬 硬挺那种像工装裤的感觉 但其实实际上拿到手上之后 你们可以感觉得出来 它面料是比较柔软 不过上身之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 还是比较立体的 因为它有一个细节 就是在靠近腰部这边 它有一些做一些小的褶皱的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让这个裤子看起来就不那么单调 上身之后有一丝丝有点像女生那种裙装的感觉 颜色有黑色 还有我这次的棕色还有卡其色 我首推的话是推棕色 这一条中裤的价格是2,990日元 折合人民币大概3,000日元 现在汇率大概也是200人民币不到一点 也算是相当划算了 这条裤子我觉得不管是你是玩日系 还是玩英伦风都能够用得上 非常的好穿 必买推荐No.3 是那件牛仔的一个外套 单营的一个外套 我在这件单营外套和另一个U系列新出的 莫兰迪色系的休闲款的西装的外套之间呢 纠结了很久很久 日本这边的价格是那个休闲款西装外套稍微贵 1000日元 但其实上升效果的话你们自己看 就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吧 我觉得像我们国内男生 平常会穿西装外套休闲外套的朋友会比较少一点 但其实现在还是比较流行的 就是混搭混搭出那种休闲街头感 那你可以上面穿这么一个西装的休闲外套 莫兰迪色系的一个休闲外套 然后再配一条就是我刚刚这种短裤 其实也算是一个同色系 有点像set up 就是那种一套一整套的一个呼应的一个穿搭 还是挺好看的 主要看你里面内搭吧 总之这个西装外套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想推荐给各位男生的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尝试一下真的 然后那件牛仔的单宁的外套呢 这一次呢他用的一个版型的不像是以往那种标准的牛仔夹克的短款版型 他用的是工装外套那种版型三代 然后还有一个口袋呢是在衣服的内侧 颜色的话呢我个人推荐就是视频中各位看到那个标准的一个单营蓝的颜色 还有一个比较偏白色的水洗的白色呢 我觉得看上去稍微有一点点廉价感 所以呢并不是特别推荐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单宁色呢 又显得太过于普通 所以综合来说呢还是视频里这个单宁的蓝色会比较好看一点上升效果 TOP3必买单品是这个单营外套 而不是休闲西装外套的一个关键点呢 是那个西装外套实在是太薄了 它那个布料你可以说它是迎合春夏季比较透气 但太薄了一点 整个就让整件西装的质感的一点呢 比较的差就是有点廉价感比较重 透光它那个布料你照着这个灯光都是透的 然后以上是三件我觉得必买单品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还试了一些别的衣服 那这些衣服呢都是之前我被图片种草 我觉得可能是非常不错的单品 但实际上穿了之后觉得比较差的 其实优衣裤U系列每一季的衬衫我都是强力推荐的 优衫的衬衫真的非常不错 那这一次呢我一开始带到世界间里去选的 也是莫兰迪色系的那个衬衫 我之前看商品页面我看模特穿搭配这个短裤也 也是非常好看 但实际上我还没有试穿 我就从衣架上把它拿下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衣服的质感有点差 然后打开扭扣之后甚至看到了一个硕大的线头 瞬间就毁灭了我想试穿它的一个欲望 还有一个本来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大热的一个单品 就是这一次U系列的一个凉鞋 呃大家知道这两年凉鞋是算是回潮了嘛 去年的话我也买了Cook的一个联名款的凉鞋 在夏天做一个搭配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不要再说凉鞋不能配袜子 凉鞋配袜子真的挺好看的 而且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就是凉鞋如果赤脚穿的话 比较容易出小汗的朋友 你这个鞋子一般来说很快就会有味道 所以还是穿袜子会比较卫生一点 但这次凉鞋为什么没有进推荐列表呢 因为它做了一个人字托一样的分纸的设计 因为这分纸的设计导致我很多款的袜子都不能穿了 有些人会说那你去买那个分纸袜 分纸袜真的不好看 而且我为了这款这么便宜的凉鞋 去特地买几双搭配用的分纸袜 也太小题大做了 那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次优衣库U系列的一个购物心得 也包括我罗列给大家的三件必买的单品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点赞收成 投币转发 然后继续关注我的B站 之后呢我还会给大家更新更多有意思的 日本潮流文化一块的东西 那我是海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好久没这样说台词了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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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